漂亮 真的很漂亮 他們家最厲害的就是彩繪 後面 有嗎 有啊 下雨了 嘉明的味道 有沒有 這種不能關的通風 我一直以來都覺得非常的詭異 斷了 斷了 你把它拉斷了 我們2022的公路漂流 記得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Revolution的這一個貿易 天氣變冷了嘛 記得要來一間喔 那當然還有什麼呢 就是2022的桌陵 請大家就是為了你的女朋友 送他一份就是以後座的觀點 出發的第一本攝影集的桌陵 那當然啦 在台灣這個交通的環境 你還需要什麼東西 當然就是野火防身噴霧嘛 對不對 常常起爭議對不對 來一罐讓你就是再也不用怕 被人下車拿球棒打 那還有什麼 我們賣到爆炸的這個 神奇防霧試鏡布 冬季騎車保你安全帽 今天不起霧 眼鏡不起霧 然後就是 我不知道 反正任何會記錄的地方 用下去就對了好不好 記得支持我們 謝謝 大家好我是華羅 嗨大家好我是阿全 來拿著我們健康路漂流 乳肉帽 小丑彩繪 而且到底是什麼 這頂是全新的 對 超屌 幾乎啊只戴一次而已 好我跟你講 跟大家講為什麼 他要給我們去呢 因為他說 他覺得 他當初買這頂以為是限量彩繪 他以為這是限量彩繪帽 結果後來又復刻 然後他就很不爽 就決定要把它打掉了 這位粉絲的勇氣跟那種 就是 捨己為了的精神 捨己為了用自己的行動 來證明一切自己不爽 敢說敢做 沒錯 感覺到 敢恨敢愛 感覺到你的恨意了 對 今天就好好的 讓我們發現你的恨意 沒錯 那今天這頂乳肉帽 很多人就是講 阿全介紹一下這頂的歷史 最早起源應該是雪地的安全帽 英國的樣子 就是滑雪的時候佩戴的一些 目前國內已經推出到第四代的版本了 我們這顆是3.0的版本 第四代上市了嗎 上市了 他一代二代的評價其實沒有很好 因為他的內襯的質感非常的差 那我們剛剛有拆這頂的內襯下來看 我個人是覺得他至少品質有到K3的水準 K3SV 其實我覺得有到K6了 有到K6 我覺得他這個品質已經大幅改善 進步很多 進步很多 我不覺得這頂是一頂 讓我一拿到爛帽子 就是他的一代跟二代 大家都就是說 就是買彩繪的啦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簡單的介紹一下外觀吧 當然不用看了 蝙蝠俠的小丑 這真的沒有什麼好說的 漂亮 真的很漂亮 他們家最厲害的就是彩繪 彩繪真的說很漂亮 從剛推出就是彩繪超強 然後他們現在開始慢慢的 把他們安全帽應該做的東西 都慢慢的追上來了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表現 但是啊 我必須講 單純講彩繪的話 我其實這樣摸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他烤漆很薄 因為他是水貼 水貼他進油上夠厚 也不會有這麼烤漆很薄的感覺 就是你會摸到那個紋路 水貼的紋路 其實烤漆真的偏薄啦 但是你看他 壓尾的這些的造型的公差 其實我都覺得還不錯 我真的覺得 他現在進步很多 可是呢 你看這邊 這個 鏡片跟那個安全帽的縫隙 蠻大的 是真的蠻大的 那 水來 來測試一下 氣密性 好不好 倒水 倒 有進去 我手下雨了 馬上進去了 你看真的 這個 我這必須講齁 我其實非常在意安全帽的氣密性 安全帽的氣密性怎麼是 它跟水密性 你就直接倒水 你就馬上知道了 氣密性不好代表什麼 第一個 下雨會漏水 第二個 你今天在高速騎乘 你只要手稍微低一點 也許上面會不會空下 我必須說歐洲帽普遍來說 氣密水命都不好 都不好是不是 日本帽真的比較好一點 那我覺得最好的是HB HB嗎 因為它的膠條超厚啊 就是 好我氣密做不好沒關係 我膠條 做厚一點 然後它下巴 它那個鏡片這個是用扣的嘛 反正就是用 暴力簡單的方式扣死 代表它 這個三代的膠條做的還不夠厚 其實你摸摸看其實已經算厚了 但是你看它這個鏡片的功差 真的太大了 它其實已經算厚了喔 這邊也是推到底了 對啊 所以我這個水密氣密 我真的覺得不行 然後 我對於這種 它不能關的通風口 它是有兩鏡兩出 這兩個看起來應該是假的 裝飾 裝飾的 但是我個人對於這種不能關 的這種通風 我一直以來都覺得非常的詭異 我就覺得 你要設計通風你應該要關啊 你遇到下雨怎麼辦 你當然如果像Pizza GPR那種賽道帽 那沒話說 但它有給你塞子 至少給你塞子嘛 對不對 可是到底會不會進水 其實之前有人一直在講說會進水 來試試看 前面 前面 有進嗎 噢幹 靠北啊 這也太多了吧 你看嘉明的味道有沒有 這也太多了吧 然後後面也是啊 來啊 後面 有嗎 有啊進去了啊 真的 這也太多了吧 這個 好啦我這樣子講啦 你如果今天是一個晴天騎士 我就會沒話說 但是相對性的也證明它很通風 對 但是我必須來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兩個開孔 有 不好意思 它的這個開孔是開在這裡 沒對到 對 它並沒有對到這邊 所以它風有沒有進去 有 但是它會順著這個壓邊往外擴散 難怪我就覺得它只是微微的涼 不熱 但是你 也不會 感覺到像Z7 直接 打 腦門 然後像那個 Shark Rensier Pro也是 直打腦門 這個你感覺不到任何的 就是風好像直打腦門 但是你會覺得頭頂 就是涼涼的這樣子 啊你說熱嗎 也沒有很熱 涼也沒有真的很涼 接下來 我們看一下 鏡片怎麼拆好不好 是這樣子轉下來 對就轉下來 這個我必須要再diss一下 它的手感其實有點小差 手力比較小的人 你要轉這個扣子 不好轉 它是鋁的耶 對 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質感不錯 對質感有做到啦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它 往上走 對就往上就起來了 那它是一個浮動的鏡片扣 然後這邊可以略微調整 靜坐的微調 但是微調的範圍真的不大 好然後再來 我就這樣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是假的 剛剛吹氣的感覺是 就沒有風啊 風防的倒吹出來 對啊 那我先講一個比較好的地方 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安全帽扣是用磁扣 嗯 它是用磁扣的 很特別你只要放上去 放上去就吸住了 然後你怎麼甩都甩不開 你一定要拉它的紅繩 才有辦法拉開 拉紅繩弄下去 然後它其實 對戴手套的人來說 這是很友善的一點 這個會非常的方便 我們來試試看吧 它的這個 到底拉不拉的下來 我剛剛是覺得拉不下 你看拉到這邊 就一側 就不行了 好 關於這點 我認為對於一個 你設計要加入 緊急快拆的功能 結果你拉不下來 超級扣分 你拉另外一邊看看 你記試試看 我就真的拉 你說使用蠻力有可能可以啦 但是 我覺得這時候應該不是用蠻力吧 對啊 斷了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 呃 扣分扣蠻大的 然後我們看它的內襯 壓邊都收的還不錯 其實真的不錯拉 壓邊收的還不錯 進步蠻多的 我只能這樣講 待會就大家看裡面 重頭戲先 先切掉 先切掉 來切 先看帽殼啦 玻璃纖維 但是它的前額部分 比其他的安全帽都還要薄 你這個其實仔細去看 它是玻璃纖維 符合碳纖維 以歐洲帽這樣子來說算不錯 對就是它的帽殼材質是好的 還不錯 對但是 很明顯的也看得出來 它全部的帽殼都是 看起來是一樣的厚度 我覺得它的厚度的部分 的確沒有像擠壓場做的這麼用心 對就是 均衣厚度 它這邊就是有一套 不知道什麼電子的東西啦 然後是內附的 然後好像藍牙耳機也可以從 也可以從這裡接就對了 對對對 我記得沒錯 不錯啊 它有做一個模組化的設計 模組化的設計 就是在後腦 但是我認為有一個隱憂 它已經整頂重量偏厚了 就是再厚 配重都是偏後腦勺 偏後腦勺 然後你知道為什麼 它的重量會全部偏厚嗎 來 因為你看它的這個 它這個很輕 整組很輕 它是用保麗龍 然後用一個什麼東西包起來 軟的膠 裡面是保麗龍 外面塗那個膠 這個質感不錯 我必須說 對 這邊的下巴嘴唇 這個質感是好的 就很近似那種摩托車的內裝 那種感覺 我覺得不錯啦 蠻有質感的 但是因為它輕 所以你會發現整個重量 都在保麗龍 都在後面 它這邊是有留一點耳窩 沒有很深 它這邊是有一點耳窩 有魔鬼單 魔鬼單在這邊 而且它兩邊做不一樣 是不是 對 這個是 那個麥克風 麥克風 所以它預留的還不錯 你看 就像這樣子 再來內襯的下巴攜帶這個 不可拆 不可拆 而且就是 小扣分 再來我們看這個 可以拆開來的 它頭頂是一塊 頭頂是這樣 然後身體是這樣 我們這次切得蠻完整的 來摸摸看 這個是軟的 這個是軟的 這個是硬嗎 有 所以頭頂比較軟 頭頂比較軟 吸收衝擊 然後這邊就是硬的 然後額頭跟後腦勺就是硬的 這樣 你看喔 它的進風進氣之後 進氣之後會往上 它並沒有完全直接的 它沒有直接打額頭 換進去 我覺得這個 蠻可惜的 對 蠻可惜的點 你看喔 它這個裡面其實沒有做氣道可驗 然後你看它的這個前額進氣之後 只要一旦被內襯擋住 就沒有軟後了 它沒有氣道往後挖 它沒有啊 它沒有挖氣道 它不像日系貌有挖很多很多的氣道這樣 對 所以它通風是 我個人覺得 也是60分 有幾分 60分70分 就是不會熱 不會熱也不會涼 也不會涼 但是我必須說 它的內襯摸起來 表部是很有質感 我覺得真的蠻舒服的 然後內襯 我們看到熟悉的東西 沒有那麼的加分 你看 整片缺械 單一密度的海綿 單一密度的海綿 它有做3D的缺械 不錯 它有做後保 對 但是整塊都是軟的 對 它不像有一些日系貌 它是做不同的密度 不同密度 然後堆疊出一個形狀 然後包覆性很好 但是這個我覺得就普通 所以臉頰內襯不好意思 扣分啊 扣分啊 來你的頭頂 頭頂 不可調 沒有什麼可調的地方 但是我必須說 這個頭頂內襯 脫的蠻精緻的 質感不錯 而且它收邊都有收的 熱壓邊做的很好 那我覺得唯一可惜的就是 它的氣道沒有對準 沒有對的那個氣道 有一點比較特別 它背後這個扣點 是可以拆掉的 沒有是一起的 你要先 你裝的時候 我們昨天研究很久 它是扣上去的 對這樣 扣上去再扣到帽體上面 然後來我試一下 給大家看 好 掛好了 來 這個就是這頂帽子 你戴上去內部的感覺 沒錯 這個就是今天的 ROLOCK的解剖 好 來吧 怎麼樣 無情評分了 評分 1萬6 1萬7 然後這個水準 我覺得 看你對這個彩繪有沒有信仰 好 我必須講 彩繪是有價的 它有一個漂亮的外觀 至少跟一個還算舒適的內襯 內襯 那就是它的通風 就是你自己去考量 就有的人可以接受 有的人不能接受 通風我老實說 我居那麼多帽子 我的感覺60分 這我戴起來是有感啦 就是涼涼的 你說有沒有特別涼 沒有 但是我覺得缺點很明顯的 第一個 有沒有 進水 這個壓條啦 氣密壓條這邊 氣密壓條不行 然後所有的開孔 通氣孔 你都關不了 你就是一個晴天騎士 你只要出去環島 遇到下雨 你只鬥啊 那最後 你覺得值不值得 要不要買 你覺得呢 我覺得如果 今天剛好推出一個 我超愛的彩繪 我有可能會買 我的評論 如果它一萬二 我覺得 我絕對買得下手 一萬二 你就買得下手 你就連彩繪嗎 連彩繪 對 因為我沒有特別愛這個彩繪 可是如果它彩繪 真的有打中我的心的話 一萬六 我也覺得是OK 對啊 所以我剛剛說有個最大的選舉條件 就是彩繪 就是今天剛好推出了一個 我們個人 都很喜歡的角色 但是我必須說 我還是不會買 沒有 因為我非常重視使用性 這個下雨就掛掉了 我不行 就是 有閒錢我當然 就是剛好有個喜歡的角色 我就買 我就OK 最後來測試一下它的硬度 硬度嗎 滿硬的 其實不錯喔 有喔 有喔 這個有喔 今天這頂帽子 看大家最後覺得怎麼樣啊 如果還有4.0要給我 記得也歡迎 歡迎有 有那個朋友提供給我們 就是敢愛敢恨的朋友 沒錯 給提供給我們 好 那大概就先這樣啦 拜拜